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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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般战斗机相比 加油机的体积很大 这种型号的加油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 它的制空时间很长 可以确保被一个刺激编队加油 这次飞行虽然只是为一架舰机机加油 但由于航程远 加油机需要在满载的情况下起飞 这种大重量起飞大大增加了起飞难度 对飞行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这个主要是我们飞行员操作能力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对飞行员处置特性的能力 因为大重量起飞相对来说危险很多 风险也很多 找速度离地 然后都是处置特性方面都要求很高的 在高海拔山地修建机场并不容易 由于周边地形复杂 这个高原机场的跑道比一般跑道要大 这就要求在起飞时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十分精准 如果说大重量起飞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起飞的话 要第一个是刹车使用 刹车使用不能多 因为刹车使用的话 会增加这个地面的摩擦力 会增加这个跑跑距离 对于这次高难度起飞 杨龙泉又充分地认识 他提供精力 把每一步操控都做得十分到位 然而在飞机没有升空前 大家的心始终是悬着 前面可能高度 你看到跑头越来越近的时候 人的心里是 那个过程很短很短 但是人的那个紧张的情绪 包括人的那个心里的那个紧张 也是越来越快的 所以快就增加 杨龙泉精准地操控飞机 在加油机滑行到警戒线最后一刹 飞机终于顺利离地 升空了 这一下就起来的跑头 一下就释放了那种 一下没有了那种感觉 对一下安全了 嗯 等一下冲破了所有的阻音那种感觉就是 加油机顺利上空 这是艰难任务的一个开始 在帕米尔高原上空 加油机和燃油高级的尖机机 还需要在月顶空域进行会合 这是空中加油的前提 也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难题 首先在空间上我们不能 我们要从事到达这个点 也就是在定位上不能有差错 然后再一个就是时间上面 时间要求我们非常非常准的到达一个点 在空中 加油机和尖机机都是高速飞行 如果两架飞机在时间上有一年不差 那么距离上就会拉开200多米 因此空中汇合对于飞行的准确性要求很高 我们首先要算要准时 准时到达最后点 就是保证飞机按照预定的 他们一般都给我们叫K时 飞机按照K时到达那个汇合点 我们根据这个K时 要反退我们的起飞时间 我们这个时间都要经济计算 把这个飞机从起飞到了这个汇合点的时间 算出来以后 然后就知道我们飞机该在什么时间起飞 到了这个点 看看我们这个时间对不对 有没有误差 如果有误差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调 就一直空中就不停地测散的时间 受控中风速和气流影响 在前往旁边高原的飞行过程中 加油机还不断调整航速 但就在离汇合点还有十几分钟时 雷达显示 在汇合点出现了大片浓挤云 加油机不得不临时改动航线 空中的话 有时候它形成一些危险天气会特别快 它不如说可能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才能形成 它可能几分钟 甚至可能十几分钟之内 就成了很大一片浓挤云危险天气 面对浓挤云 飞行员必须驾驶飞机极力避态 因为机云将直接影响飞行安全 它飞行安全的因素很多 它里面有闪电 冰煲 降雨 还有很强很强的升降器 飞机进去的时候上升下降 以下高度人家掉好几百米 以下上升好几百米 就是在利益农距云边缘几十公里以后 都有感应的 颠簸特别大 只一般都不敢靠近来 飞行后误入农距云危险性靠近 机速程员之一领航远近公里 就曾经历过这种的生死考验 他们说就感觉到周围坐着飞机里面 周围所有的冰煲砸在飞机上 就感觉到前世人拿着飞机在砸飞机那种感觉 光光光了砸了 拿着打拿着腿砸飞机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到人都在里面有一块腿 肯定人都不吭声了 前都不说话了 一句话不说了 出来了 回来落地以后看 前面雷达倒是打穿了 然后机翼两边 机翼的那个 机翼的牵远 牵着坑砸 加油机 以每小时600公里的时速飞行 如果碰到一颗冰雹 就像以每小时200公里高速行驶的汽车 突然碰到 迎面塌烈的石子 玻璃会破碎一样 对飞机而言 一颗冰雹的相对速度 就像一颗子弹一样 可以把机翼堂穿 如果说一个地方机翼出现了变形的话 它就造成了个气流着导动的不对称 所以机翼可能就很不稳定在空中 操控觉得很困难 大片农机云 持续出现在汇合点上 经过2000公里长途飞行 原本已经可以和煎机机会合的加油机 临时改变了航线 此时空中加油任务变得更为紧迫 煎机机燃油即将耗尽 面临紧急扩降的危险 在气象条件极差的情况下 加油机能否在短时间和煎机机会合 最终空中加油任务又是否成功 军事机史正在播出 加油为了远方的攻击 此时煎机机的燃油就快耗尽 经过计算 所剩燃油已不足以支持煎机机 反比最近的机场 而在空中 它的持续航行时间也仅剩下20分钟 情况变得万分危机 如果说他们如果说我们去不了 或者会合不上的话 给他们加不了油 他们就存在这种燃料耗尽 耗尽的话飞机的发动机会停车 就造成飞机没有推力 没有动力 空中加油任务已经无法在预定空域完成 通过地面铁会所协口 加油机和煎机机同时启动了紧急预案 转入备份航线的飞行 他们在距离原汇合点15公里的空域 设置了第二汇合点 两架飞机要在同一时间抵达那里 飞粉航线是指在首飞航线 因天气等因素无法飞行的情况下 转出的第二汇行航线 大约10分钟后 在重设的第二汇合点 加油机和煎机机成功汇合 然而 汇合只是完成空中加油任务的先决条件 接下来 两架飞机将进入空中加油中最难的一个环节 对接 也就是加油机的输油软管 和煎机机的输油管进行对接 在加油的过程中 我们的飞机必须非常非常平稳 我们设计软软 之下有飞机软管11米 飞机软管的空流是很 一直上下摆动的 它有一个摆动范围 如果说飞机 我们的飞机稍微做一点点机动 比如保持的不是很好 空中气流扰动 导致飞机的状态保持不是很好的话 飞机软管 摆动的可能就更强 更大 摆动范围更大些 摆动范围一大 小飞机它就可能就不好对接 造成很大的困难 空中加油的难度很大 目前它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的 都军训练科目之一 在现代战争中 加油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过程 由于战斗机体积小 再有量有限 加油机的参战 增加了战斗机的续航里程 大大扩大了作战半计 1986年 美军冲写利比亚 美舰机机从本土起飞后 进行了七次空中加油 远程奔袭七千公斤 最终以微弱的代价 重创了利比亚军队 这次空袭被称为是 现代空袭的遍及侦战 1991年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队对伊拉克 进行了历时42天的空袭 在这几天 美军加油机 为多国部队 哭读加油五万多次 成功输送燃油七亿声 为赢得战争胜利 立下了汉马功劳 目前全世界空军 进行空中加油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软管加油 另一种是硬管加油 中国空军采用的 全部是软管加油 它的最大优点是 一架加油机 可以同时给多架战斗机受用 但由于软管在空中的稳定性差 对汇合式对接的技术 要求更高 其实我们在加油过程中 加油员都会时刻停醒 受油机 时刻注意速度差 速度差不要大 要保持和我们加油机的速度是一致的 在空中 飞机受气流的影响最大 加上十几米长的加油软管 上下晃动 让空中加油随时可能遇到困难 为何是加油机和受油机都处于高速运动状态 受油机会逐渐靠近加油机 它的机头距离加油机机翼的距离仅为4.04米 加油时 受油机可以选择在加油机左侧或右侧进行加油 在左侧加油时 两架飞机机翼见隔3.4米 右侧加油时 两架飞机机翼见隔1.9米 平行靠路差1.8米 这个横向距离也就是10米多一点 所以相互之间都可以打招呼那种 两架飞机间的最小距离只有1.8米 这对于靠近加油机的尖机机飞行员来说 需要承受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飞机对我们产生的那种压抑感是巨大的 这就好比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突然身边出现了一辆很大的油罐车 但是它离得也又非常近 加油时加油软管的摆动幅度相对较大 这要求加油机和尖机机都要保持稳定飞行的状态 尖机机不能跟随加油软管来回晃动 否则两架飞机很可能在空中发生巷弱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首要的危险 我们心理压力大 主要的就是面临的防止空中相撞相擦 对接过程中 加油机和尖机机需要各自保持好飞行状态 同时尖机机要把受油管准确地对准 直径不到1米的加油机输友追套里 这就像打篮球一样 篮筐很小 但需要把球投进去 追套是加油机输友管前端的网状步套 它非常轻薄容易破损 设计机的速度差稍大了一些 往前推进的稍大了一些 容易把我们那个追套给捅 追套外面一层是那个布 它容易捅破了 捅破了以后它那个空中气流就不一样 那个追套就摆动比较大 对后期的话 对接的话就是有影响比较大 这是一组对接失败的资料画面 尖机机和加油机进行对接时 尖机机捅破了加油软管前端的追套 出现漏油现象 同时追套的损坏也会严重影响 威胁安全 追套这个使用的话 因为它那个追套摆动很大的 就影响到我们这个软管收放 可能就收不回来 摆动越来越大 容易打到我们那个机翼 一旦碰到机翼以后 气流可能就会改变 对于飞的那个操动动作来 就是有直接影响 如果是影响比较大的话 就是说后果也就是很难想象的 尽管空中加油的难度很大 但加油机飞行员杨龙泉和尖机机飞行员 都做到了精确操控 他们在尖机机燃油 只能维持20分钟续航能力的危机时刻 进行了完美对接 随即加油系统自动沿途游路 为尖机机加油 短短几十秒钟 空中加油任务顺利完成 两架飞机安全脱离 圆满完成空中加油任务的杨龙泉机组 驾驶驻加油机迅速返航 而尖机机又可以继续在蓝天上翱翔 那次进行完任务以后 落地滑回以后关车了 因为感觉人就彻底放松了 感觉这个任务确实比想象中难度要大得多 感觉能完成这个任务 感觉还是很光荣的 一次次艰系绝连 一次次执行紧急加油任务 加油机机组 努力出精湛的飞行技术 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他们已经具备在不同地域 为多种型号战斗机紧急加油的能力 他们还要继续为保卫祖国蓝天的战斗机 导驾护航 一场审判击开迷途 一百块钱的赔偿 为何引来众人为官 现场的军车号牌究竟是真是假 交通道士背后 牵出了怎样的案件 以及损失严重 影响恶劣的群体型事件 又暴露出什么样的幕后真相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假军车号牌引发的危机